豪宅區他給的那個 tip 會比較多 小費給9塊也太多了吧 小費給了我10塊錢 這一單拿到5.25塊 兩個小時左右 送了5單 總共的 收入 是 大家看到 我這裡有一台摩托車 沒有錯 今天我們就是要嘗試 在美國 送Food Panda 大家應該沒有看過吧 我們今天就是要用我這台速克達 在美國 送Food Panda 好的現在我們 來到第1家 他是要去買炸雞的 然後我們現在先導航過去好了 Alright 美國Food Panda第1單來了 好我們先去 拿一下他的炸雞吧 Alright 我們的第1站 我們的炸雞 Is this famous chicken 到了我之前其實也買過 蠻多次這一家自己吃的 OK 我先停一下 就停這裡好了 Hello Pick down for him Can I get some salt and pepper please Alright thank you so much OK我們拿到了我們第1單 然後現在我們先把它裝進這個 這個箱子裡 他這是 2021年最新的 大箱 Food Panda大箱 Shout out to Miki Miki幫我拿到真正的Food Panda箱子 然後我先把他 他其實這個蠻屌的你看 因為我一開始蠻擔心拿到飲料 因為我沒有那個杯架 然後他這個 就直接附了一個杯架在這邊 這邊有一 有杯架 這邊旁邊也有一個 這邊後面目前我是放我自己的東西 不過他這邊 也是有蠻多杯架 所以他的置物空間 超級大 好了我們現在先去送我們的第1單吧 走 OK 現在我們到 那個customer的家裡 距離11分鐘 還算可以啦 OK現在你在華盛頓騎車呢 是不太能鑽 車縫的 所以我們就要按照汽車的路線走 好的我們到了第1單這邊呢 然後我先看一下他有沒有特別的指示 有特別的指示 他說 Leave at my door Please don't ring bell or knock on the door 好 所以我們就把他的食物放在他的門前 然後 不要敲門 跟 不要 按門鈴 OK 那我們現在就先把他 2005 沒錯就是這一個 好 好 就給他放在這裡 OK Complete delivery 然後 Holy shit 我還不是說這一單9塊多嗎 他的小費給了我10塊錢 Wow 所以我總共賺了15塊 15塊.75 15.75 再乘以現在匯率28左右好了 441塊 我第一單賺了441台幣 漂亮啦 我們現在進去接第2單吧 Alright 現在我們接到第2單了 第2單比較近一點 他只有 給你5塊多 可是也相當於差不多快150台幣了 走吧 Hello Alright 這就是完美的時間 Alright Thank you OK 我們拿到第2個訂單了 看起來像是韓國的食物 這個Foodpanda 這個真的完全剛好 這袋子太讚了 好 我們走吧 520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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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拍個照 Thanks a lot 好的 我們第2單完成了 然後我們按Complete OK 這一單拿到5.25塊 Yeah 然後我們繼續看下一單吧 哇靠 這個有個大的 這個是 14塊 好的 我們現在來到 拿到Chipotle了 他這有點遠 可是他 給的小費應該是蠻多的 這一單有14塊5 OK 我們現在往那邊走吧 其實 騎摩托車有個缺點 就是如果拿到飲料真的是很悲慘 不過 還好今天沒有接到任何素食 就像麥當勞那一種 OK 裝好了 可以走了 可惡 這個掉了 哇 好酷喔 哈哈 好了 我們差不多可以走了 那其實你在美國 要送 送餐基本上都還是開車比較多 那如果你真的要騎摩托車送餐的話 你可能就要 就要給他倒那個不要上高速公路的 你這樣才不會 才不會騎著你的速可達上高速公路 可是如果今天騎重機就不一樣 重機的話就 還算可以 等一下我在這邊看到一個東西 應該是當初美國在執行那個 Black Lives Matter的時候弄的 黑人在這邊受的不公平待遇 我們亞洲人也沒好到哪去啦 說真的 可是 對啊希望 這件事全世界都可以有一個平等 因為大家都是 都是 怎麼講 出來混口飯吃嘛 大家都是在同一個世界上的 不需要這樣子互相殘殺 對吧 OK 這一單呢說真的比較遠 然後 然後 他現在住的這個地方在哪裡啊 這個森林裡面是吧 哇 美國有一些房子真的是 偏僻到你完全 不敢想像 這是哪兒啊 哇靠 這豪宅是不是 喔 這應該都是豪宅區了 哇 哇 這好漂亮 哇 這都豪宅區 我們今天送到了豪宅區了 通常豪宅區他給的那個 Tip 都會比較多的 這在哪裡啊 前面左轉 哈囉 嗨 嗨 然後在前面左轉 應該在這旁邊的 哇這也好停車 我最喜歡這一種 哇靠這房子有夠大 哇 哇 COOL Alright 您的餐點已經到了 這FUFENDA帶子蠻穩的 好的 2647 確認一下 2647 對 2647 OK 嗨小兔子 嗨小兔子 哇這房子有夠大 然後他說 Leave at my door 就可能放在這邊就好 OK 依照慣例 Take a photo Alright 好了這一單結束 哇 這單16塊 Customer 哇 他連那個小費都給9塊 哇 這個 他小費給9塊也太多了吧 16 乘以 50 乘以28 462塊 這一單462台幣 水啦 哇我現在接到一個 非常簡單的 而且很近的 只要9塊錢 不不 很近的 然後他付9塊錢 處理 Alright 到了 還蠻近的 呵呵呵 很奇怪 只要兩分鐘而已 Alright Thank you 然後給他裝進袋子裡面 OK 這一餐給的 那個錢算是蠻多的 因為 他的家距離餐廳只要兩分鐘騎車而已 所以 兩分鐘 這樣子算是賺了快300台幣吧 9塊錢 他應該是有加很多小費啦 所以 這可能就是美國人的一個習俗 小費 小費其實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 收入來源 不是真正啦 賺一大 一大部分的收入來源 OK 他們的 加931 931是 Alright Alright 我沒有想要你 你把你的 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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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差不多是差不多5塊錢多5.25 然後再加4塊錢小費所以9.25 算是還不錯啦 然後我現在在這邊等下一單囉 就當我正要休息的時候 這有個19塊25的這也太多了吧 OK我直接按確定了那個剛好在回家附近 漂亮漂亮OK這右轉就到了 好走 我最喜歡接到那種單就是 你快要可以下班的時候 然後他剛好出現把那個單送回 客人的手上那客人剛好住在你家附近就是 這是我最喜歡的因為我我家住北邊然後我剛剛 從北邊開始越越往越南邊這樣送 然後再這樣繼續送下去我可能要繞一大條路回家 所以最棒的就是 如果你可以在最後一單送回在家裡附近的話就真的是最棒的了 OK Thank you Sorry man 算了你知道這個餐點 我其實可以把它擺在這 這樣我的摩托車騎的比較穩一點 耶這也可以因為後面這個 他讓我包包整個開始斜 因為我這個裝的沒有說他百分之百很穩 因為我這邊少了他這個 一個一個支架在這邊 所以我可能 現在先把它放在這裡好了 這個 他的餐點 希望沒有倒完全沒有倒水啦 3133沒有錯就是這個 好的 這個photo OK多靠這張賺了20塊 他給了12塊小費 他給了12塊小費 哇美國人真的小費制 哇美國人真的小費制 有點棒啊 12塊小費太扯了 好就這樣 稍微可以回家了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Hello OK我們現在到家了 然後我們稍微來做個總結好了 今天這一集我們算是 在美國送Food Panda的一個牛刀小事而已 今天我總共送了差不多兩個小時左右 然後我今天送了五單 然後我總共的收入是67.50美金 所以我說過如果你是在美國當餐飲服務業的 像是你在餐廳當那個服務生 或者是你是送外賣的 小費 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我小費佔你的收入一大部分 你現在看到我的小費比 那個 比送餐的那個 叫什麼 公司給我的 還要多 OK OK那如果你把67.50美金 除以五單好了 一餐 一餐差不多是13塊 5左右的收入 那你再乘以下的匯率算28好了 一餐是378塊 如果你有在台灣做Food Panda的話 歡迎 你在下方留言你一單多少錢 那我們今天只是稍微的送一下 因為我發現我這個 沒有說到非常的穩 可是今天的餐點都沒有什麼 都沒有打翻 或是怎樣的 然後這個椅子坐起來真的是 有一點點不舒服啊 所以我今天想說送個五單就回來了 不過今天這集我完全沒有看過有任何人 在美國 送過Food Panda 其實路上有蠻多人在拍照的 而且 我看到可能是有些 可能是亞洲人吧 他看到這個他這樣 他那個反應很像 那是Food Panda嗎 沒錯 這是真正的Food Panda的箱子 跟真正Food Panda的衣服 那我們後面也會做一系列的在美國送Food Panda的特輯 來給大家看 下一集 蠻好玩的 下一集我打算呢 就是騎著算是重機過去送餐 我們這邊其實有蠻多台重機的 這邊有Ducati Ducati R6 Ducati Diablo 哈雷 Ducati 749 Ducati 749 或者 我們可以騎我們的野狼過去送餐 我這裡有一個小箱子算是 中等的嗎 他是有一點 可以用杯的 所以我還在想要把他架在 哪一台重機上面 你們覺得我們要架在哪一台上面 下方留言 我們下一集就會去做 可是 我發現這個有點圓的 有點圓的很難架 所以要嘛就是 R6要嘛就是 Diavo 因為749 比較不好架 因為他的排氣管 就在上面 他的排氣管在上面 所以很難架 我在想說 要嘛是 R6要嘛是Diavo 要嘛就是 兩台 都去刨一下 所以如果你想看更多 在美國送Foodpanda的話 歡迎你按下訂閱 我們後面會做更多的 在美國送Foodpanda特輯給大家看一下 OK那如果Foodpanda 你有沒有看到這一集的話 你可以 把 你們的產業帶到美國 你可以 稍微想一下 因為 我在美國生活這麼久 有美國點外賣的人 真的很多 那其實我們美國也有 我說西雅圖好了 其他州 我沒辦法表明我的立場 那像西雅圖這邊有一些 亞洲的外送什麼 叫什麼飯糰外送啊 也有一個叫熊貓外送的 可是他的 品牌是藍色的 那我沒有看過Foodpanda 然後我是覺得你們真的可以把 這個產業 帶到美國來試試看 那這一集我算是做一個 小測試給大家看一下 也沒有任何的商業用途 Foodpanda他們也沒找我 Doradass他們也沒找我 我只是為了 自己的好玩而已 然後去做的 好啦 那我們後面會有更多 在美國送Foodpanda的影片 希望 大家會喜歡 我先回到這部分 感谢观看